欢迎走进文言那些上 这个视频咱们继续来了解和战争有关的词 这战争不能缺少战术 不能使用战术的将领 估计骨头都能拿来敲骨了 所以战略战术的词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 首先来看眼 眼只趁其不备进攻 袭击也就是偷袭 如敌眼只 就是敌人趁我方不备前来偷袭 然后就是妖 这代表了中途截击敌人 也就是拦击堵截 如2014年高考语文辽宁卷中的 力率残兵妖击 意思就是照力率领残兵堵截攻击金人 此外还有斗脑 这是用于敌人实力太强 需要曲折行进 避开敌人以观望 如军舰敌斗脑不战 得非有他智乎 意思就是 您遇到敌人却驱行避敌 不以之交战 莫非您还有其他的意图吗 接下来还有一种战略 叫做秦王 所谓秦王 是国家的君王有难 陈下起兵援救君王 不过后来的秦王 多是全臣造反的借口了 像是安禄山带兵攻进长安 用的借口就是秦王 要如苗妇刘正彦判 吕一号张骏及秦王之师 意思就是苗妇刘正彦发动叛乱 吕一号张骏及和为王室助力的军队 说完了战争中的战术 咱还得考虑一个方面 那就是行军的过程 因为很多时候部队要赶去战场 所以赶路往往是部队战斗前的主要工作 比如被盗意思就是奸程 用来指军队加速前进 如众文捡精兵 伪剑拥旗帜 被盗而进 据此的意思是 于众文挑选精锐士兵 加速起费拥的旗帜 奸程前进 这白天赶路是行军 而晚上过夜就叫做射 所以监射也是奸程的意思 说完了行军 接下来射军要说战争时期 军队的另一个常见任务 那就是驻扎 能做驻扎奖的有军驻扎次 军做驻扎奖比较常见 是名词做动词 如配工军坝上 意思就是刘邦军队驻扎在坝上 驻扎拆封成驻和扎 也是咱们能记住的驻扎 2015年高考语文广东卷中的 九月清兵驻于牛兰 意思就是九月清兵驻扎在牛兰 少许以前看三国演义 常听到里面的人说 扎下一个山宁 这其实就是在山中驻扎下来 除了常见的这三个词以外 刺这个词咱们也见过 在陈舍世家中就有一句 右坚令吴广之刺所旁从此中 这个刺就是驻扎的意思 前面四个都是普通意义的驻扎 而屯卓义指屯兵 这种驻扎往往意味着集结兵力 2011年高考语文江书卷中的 虎翼军士屯寿春者已谋反诸 句子的意思是 虎翼军士兵屯集在寿春 因为谋反被诛杀 包含特殊意义的驻扎还有盾 他强调的是停止 指的是战争发生停顿 要停止在某处 如2013年高考语文广东卷中的 韩子高随侯安都 顿陶之岭言下 意思就是 韩子高随侯安都 驻扎在陶之岭言下 最后还有币 他代表了坚守 币和军一样 也是名词作动词 这往往用在敌军猛烈进攻 我军需要构筑营垒来驻守 如项王军币该下 兵少石进 意思就是 向王的军队驻守在该下 士兵很少 粮食耗尽 嗯到这里 这一讲关于战争的词 摄军就全部介绍完了 再来复习一下这个视频的内容吧 在战争中要运用一些战略战术 也指的是偷袭战术 妖指的是拦击拦截 而斗呢则是敌人太强 曲折行军避开敌人 秦王指为帝王尽力 后来常常做奸臣造反篡权的借口 接下来摄军讲到了战争中的行军过程 要赶去战场 速度不能慢 背道就是形容快速行军 而兼射也是快速行军的意思 而在行军中除了赶路还需要驻扎 常见的有军 驻扎 刺 军是名字做动词 鸿门宴中有佩公军霸上 驻扎拆分成两个词 驻和扎也依然表示驻扎 刺也很常见 陈设世家里就有吴广之刺所旁 从此中也是课内的知识 除此之外 如果是集结兵力驻扎 要用的就是屯 如果是战争出现停顿 需要停止在某处 就要用盾来表示驻扎 如果是敌人攻势猛烈 需要构筑赢磊助手 就要用臂来表示驻扎了 好了 关于战争的那些事 暂时先介绍到这 下个视频依然和战争有关 咱们不见不散 我做意说 发表 发表 词